想到通过生命的势态 会有更多的人听闻佛法 聊着生命的奥秘 走向生命的解脱 让众生你哭得了 接下来请收看慈悲法语 佛法的修学 跟着佛法用心思考 初阶修行篇 珍惜深得人生 要时常提醒自己有多幸运 不但没有不能修行佛法的各种障碍 而且还有许多 使你得到佛法身三宝的福报顺源 这种福报是极为稀有难得 若想来世再得此福报顺源 一定要守戒清静和修布施 并把善行的功德回向来世 才可能再生于人道 得狭满人生 无善行的恶果可用下面四种方式来减轻 公开承认 忏悔犯错 下定决心未来不再重蹈覆辙 以及多做服务大众的善行 行善业时应先具备良好的动机 好好的完成执行过程 结束时要把功德回向给利他的觉悟 没有任何一丝后悔 嗯 嗯 嗯 培养出对破坏性情绪烦恼的厌恶感很重要 心中要常常想着 无论白天黑夜 我都要善用我的身体 那是疾病的窝槽 年老受苦的基地 如泡沫般的无死心 终有已死啊 未觉察到死亡的存在 会引发破坏性观念 让你以为自己还可以活很久 使你做出许多子重表面的世俗活动 最后伤害自己 也伤害别人 思考死亡 会引导你去思考来世存不存在的问题 也会让你有兴趣想知道 自己来世的生命遭遇 这会鼓励你去做长期有益的事 不再只关注表面有益的事 为了解死亡的迫切性 深入思考以下三种根本性反省 九个理由和三个决定的意涵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 因为死亡是无法避免的 一 因为死亡是无法避免的 二 因为我们的生命无法延长 只会越来越短 三 因为就算我们活着时 能修行的时间其实已少之又少 所以我们第一个决定是 我们必须修行 跟着佛法用心思考 第二 根本反省 我们无法确知死亡的时间 一 因为我们无法确定自己的寿命长短 二 因为死亡的原因很多 而能继续活着的原因却很少 三 因为肉体的脆弱性质 我们无法得知死亡时间 所以我们的第二个决定是 我必须现在休息 第三 根本反省 死亡时除了修行以外 其他东西都没有用 因为死亡时 朋友帮不上忙 莎明儿团队 jov chains 告诉股材 、「吼 theatre平,乍それで保存ürd人いる子 徒 realizabilita 他足以后 父母程 拇惯 魅人 见 franch心 心 财富帮不上忙 因为死亡时身体帮不上忙 所以我们的第三个决定是 我不要执着于今世所有美好的事物 感谢观看 确保在接近死亡时 不要生起强烈的贪心或成练 因为那会对你的来世产生不良影响 如果你这一生累积了许多不善业 在生命接近结束时 对于自己所造恶业 升起强烈的忏悔之心就非常重要 那会使你的来世更有可能过较好的生活 3. 死后 来世 像人体这种物质的东西 得依赖各种不同的因缘而存在 也就是说 必须存在与自身同类型的相续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身体的物质是从父母受精卵所提供的物质而衍生的 而这些物质也是从父母的父母身上得到的 同样 你的意识得依赖自己的因缘而存在 也就是说 你具有认知能力的光明心事相续因 是从前世而来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而且相同父母的手足在性情上会有很多不同 前世的习气似乎很可能在今生产生影响 对前世生命的精确回忆就能肯定前世的存在 只要有一个人对前世的记忆是正确的 就表示前世是存在的 不管我们自己记不记得 转世轮回没有起点 转世轮回没有起点 就如一间房子是由建屋者所建造 整个世界的环境是由住在其中的众生之业力而形成 从一段经过很长时间的前世业力而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昭和18年1943年9月30日 自山上旧超峰寺迁移至今78年 新超峰寺拥有300年前 由大陆南海普陀山请来镇殿供奉的百一观音 到此参拜过观音菩萨的信众都感到非常理议 山门经过岁月洗刷后的灰色调 飞檐翘角 仍精神抖擞 殿内祖尊供奉华檐三圣 释迦摩尼佛 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 白衣观音以红白色调为主 雕刻线条清晰明快 面容温润的白衣观音菩萨 慈祥中却可感受到历史斑驳的痕迹 右偏殿供奉初祖达摩祖师 右手成拳 左手包住以示善意 圆滚滚大眼睛加上露出的门牙 严肃中带点和蔼可亲 左偏殿供奉正气参天 观圣帝君 再近一点 圣君对你微笑呢 准提佛母身上的配饰是不是似曾相识 四里一对一对的梁柱在造型上各有不同 梁上的蹄字是井醒 是柱岛 细致的雕刻艺术更具历史风貌 保存价值极高 抬头仰望日式风格的隔天井 年久老旧有滴水的情况 所以目前可看到大殿外观 暂时性大铁架的照护之下 让外面下大雨 里面下小雨的状况 得到大大的改善 陶砖下方为年代久远的古老石地基 可看出有下陷状况 静谧的大钢山新超峰寺的 宜扇窗宜面帆 将确心大师打造的青斗石 天弓炉栩栩如生细腻精致 还有很多值得探访的佼佼洛洛 邀您随喜共修修善功德 延续观音慈悲苑驻佛殿 邮政化播 0044858-4 0044858-4 护名新超峰寺 电话07631-2291 07631-2291 苏山长老 各位法师 各位菩萨 各位信众 大家好 阿弥陀佛 首先感谢生命电视台 让我有这个机会 透过电视台的网路平台 来向大家祝福新的一年 那同时也在这里跟各位报告 墨学是在台北荣云市 在107年 接任了荣云市之后 那因为荣云市已经有150年的历史了 是在过去贤盾老和尚 那贤盾老和尚 在他的年代是跟白圣长老一起在台湾佛教奉献付出 那贤盾老和尚呢 本来在民国56年就有心要重建荣云市 但因为当时的条件并不允许 因此一直延误到现在 那墨学明来 在接任荣云市之后 也真的看到荣云市 我们的身中 年纪都很大 在这个空间条件都非常差的情况之下 感觉非常非常的辛苦 那也很老旧 那为了能够重建呢 就配合政府的围老都根 我们非常庆幸三宝的加持 大家的帮忙之下 我们已经取得了围老都根的重建计划 也取得了建造 我们已经准备要开工 那当然在这段时间物价波动 那经费非常的庞大 那在此透过网路电视台 来向各位法师 来向各位信众联友 来请求大家来扶持荣云市 来赞助荣云市的重建 荣云市的重建 将来是在台北市 一个都会区的道场 希望透过十方信众 还有各位法师的加持 让我们的经费能够更充足 让荣云市的重建 能够早日的完成 因为现在在法规上取得了建造 我们荣云市必须在三十一个月 也就是两年半的时间 要必须完成 但是因为物价波动特别的大 这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那在此呢 透过我们神明电视台 给我这个机会 来向大家说明 来向各位珠山长老 法师来报告 也来祈求大家来帮忙 我们荣云市 让荣云市的重建早日完成 让我们的身众 让我们的信众 都能够在荣云市 好好地用功办到 再次墨学 再次地来恳请十方信众 还有我们珠山长老 来给我帮忙 来给我加持 来跟我们一起 这个在经费上 能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确实在这段时间 要给它这么大 因为中间 荣云市已经拆除了 但现在要重建 也势必要完成 但是开始经费 很欠缺 希望各位信众 跟我们赌三天 让我们招节力 完成荣云市的中间 在此再次感谢 各位法师 各位年利的佛祺 感谢各位 祝大家发力充满 阿弥陀佛 南摩三摩地 现日光谈成正法 威德如来 南摩三摩地 现日光谈成正法 威德如来 念诵一遍 能消除七万节中 一切众神之以后 明天才是六在日 喜宿大天王 收拾